大家好 又找了一隻Omega 這隻Speed Master 裡面也算是月球錶 都可以說它是Moon Watch 但它並不是Moon Watch的專業 它其實是一隻自動機身 並且用最新的自家9系 你看到寫著Master Coaxial 並且有一個Metas的認證 它已經有基本月球錶的格局 譬如一隻很凸的玻璃 一種像鑊的兜兜的Bessel 並且下面就收了一點 一隻這麼漂亮的腳 比起傳統的月球錶Professional 甚至是Side of the Moon更多 原因就是它是Moon Phase 你看到Moon Phase在6點位置 非常有真實感 包括像影相一樣 月球表面的Depiction 以及旁邊的星星 但除了它是Moon Phase之外 其實它更多的功能 就是指針式日力 融合了其中一個類計盤 有一個小小的Day Jump 就是前面有一個紅色的月亮 並且有一支秒針在一起 兩個類計就在3點位置 所以又不會弄得很複雜 但是其實理論上 照功能說功能 它是真的很複雜 即是Cornel之外 又有一個Day Jump 又有一個Moon Phase 那隻錶有不同的版本 就是它有另外一隻是陶瓷的版本 但那隻也蠻貴的 好像是要過十萬的 11萬多 但這隻因為是鋼 所以便宜一點 定價是8萬宗左右 但是除了鋼之外 它的Tachymeter 亦都用了陶瓷的處理 並且它這個陶瓷 上面亦都有 它叫做Liquid Metal 液態金屬 在上面 皮帶亦都跟著一個接扣 如果美品牌子的Cornel機心 即是有差不多一看頭 這個我想考慮價錢 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再試試看 再試試看 再試試看 再試試看